大家好 我是Yvonne 我是嘉禾专业辅导中心的心理治疗师 和安居辅导的项目经理 我们今次会讲住房的问题 住房一直都是新移民主要考虑的因素 能够找到一个舒适也可以承担的房屋 的确是安顿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我们这个视频里会集中讨论政府资助的住房 或者我们有时俗称为念租屋 安省大部分的城市都是有政府资助的住房 这类的住房租金是依据你的收入而定 这种称之为Rent Gear to Income 是指租金以按收入的30%来计算 政府资助的住房等候时间 可能会因为很多不同因素而有不同 包括申请人选择的大厦、房间数量或大厦的位置 如果所选择的大厦比较少人搬走 等候的时间也相对会较长 以目前情况来说 需要政府资助住房的申请人数 是多于可以住的楼房数量 因此申请人可能需要等上很多年 才可以获得住房 如果要申请政府资助的房屋 家里的成员里面至少有一个要连满16岁 以及无论是否需要支援服务 都能够独立生活 另外家庭中的所有成员都必须要是 加拿大的合法居民 包括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 永久居民申请人 或者难民申请人 在政府资助住房当中 有一些大厦是特别提供给长者申请的 老人大厦的申请条件也是按各区地区 是有不同的不同的 以多伦多为例 申请人必须要年满59岁 而在约克区 就是需要申请人要年满60岁才可以申请 另外很多城市都会设有临时的庇护中心 是被一些无家可归 或者是处于危机中的人 去提供短暂的住宿 如果你是被逐出家庭 或者是家里有受到人身安全 受到威胁 你可以致电211 去联络你所住的地区附近的庇护中心 做一些短期居留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关于政府资助住房 老人大厦 或者是庇护中心的信息 你可以联络我们的安居辅导员